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5日 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 特别是高层 尤其是高层的福泽金融证券这一块 那官员之间肯定是斗的是一塌糊涂 谁都想手里有权血 今天看到海外的看中国网站 刊登一篇文章 讲到什么呢 英国媒体透露消息 说是现在习近平纵用郭书卿 让他去处理马云这个事件 刘鹤并没有什么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建筑 这篇文章透露一点信息 本人认为情况恐怕不是这样 当然了 郭书卿在中共党内 特别是在金融科技这一块 这个监管这一块 那肯定还是拥有一定的权利 否则不会让他担任这么重要职务 因为郭书卿 65岁 长期在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任职 98年曾经调到贵州省上当副省长 01年先后在中央央行副行长 建行董事长 证监会主席山西东省省长 17年任中共银监会主席 18年这个中共银监会保监会 合并成中国银保监会 郭书卿出任中共银保监会首席 首任主任 接任中国人民银行 党委书记 我估计他可能是因为 他的能力比较强 习近平算是比较信任他 但是再信任他 也不会把他当成新府 你看习近平上来以后 重用的 那不都是自江新军 浦江新军 清华系 偶尔拥有所谓的 一些科技领域的人才 经营人才 特别是军工系的人 用一大批 这个也不尽然 你现在尹红是因为他治理 这个疫情就比较提前 表现良好 关键时候给提拔到了福建去了 对不对 偶尔用用这个 这个其他派系的 主要是李克香派系的 也用用人才 但是他搞这套东西 还是认为亲的 因此本人认为 这个郭书卿 别看怎么催 他还是信任这个 这个刘鹤 当然这篇文章也讲到了 说是 这个 国书卿领导的 这个中国这个证监会 这个网站 曾经在10月2号 发布消息 说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 对蚂蚁集团 世界控制人 马云进行了监管 约谈 那么同一天 说是郭书卿主持 召开银保监会 党委扩大会议 会上要求啊 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 风险的 这个底线啊 说此前 你想 12月8号 说根据中共 这个银保监会 网站发布的新闻稿啊 就郭书卿在 新加坡金融科技 节 上面发表演讲 他形容中国这个金融创 科技应用整体上 在法律规范和风险 监管的方面 是摸着河头 试图过河 似乎显示 郭书卿说了算了 其实我认为 并不是这么回事啊 那么郭书卿 我认为他很可能 就是说 有些事情啊 他要请示这个刘鹤 刘鹤再进行汇报 汇报个 到习近平的地方 你看中美贸易战不就是吗 习近平也不拍 汪洋 也不拍李克强 明明知道他们能力 要比这个刘鹤强啊 我要用我的 自家的兄弟啊 因为什么他 疑心众 怕别人 骗他 所以他不可能 像这篇文章讲的时候 对郭书卿啊 看好啊 那当然了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 据这篇文章讲说是 这个路透社 这个透露一些消息 也对 也是这个 讲到了 这个郭书卿 祈祷的作用 就非常大 直接管这个 所谓马云这件事情啊 这个我认为 这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 现在很多的领域都深 延伸到海外了 有的时候 他也根据这些斗争 内斗 散布一些假的消息 这个散布这个消息 可能是为了西市 抵消外界 对习近平这个 这个搞的小圈子啊 这个佣人啊 这个只局限这个习家军 可能指责这一点 这个舆论压力比较大 估计放点粉啊 给人感觉 并非如此 实际上 他现在我认为 包括处理马云这件事 全部的这个 这个信任度 我就放在这个刘鹤身上 你看刘鹤和他自己 在私属于中学同学 那互相之间亲密无间 这个你别看 李克强有一件 有一件没有用 西医平在心里 还是重用这个刘鹤 我们知道在那个 北斗卫星上天那天 这个那个会议上 这个刘鹤敢于当众的 羞辱这个李克强 那得有背景的 对不对 说不定你这么一羞辱 西医平心里非常高兴 这说明对我非常忠诚啊 那当然了 可能表面里要协调协调 告诉刘鹤也不要搞得太过分啊 这个 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局上 紧张 我们也得拥有这个 可强啊 别的搞的人都有一切 等等 但是 同样的 从这个他内心深处来讲 他只信任他一切 这个曾经交集过的 这些官员呢 至于说 郭树清 根本就排不上什么位置的 只卧是一个跟班 跟着跑腿 做点事而已 当然他本身来讲 本人认为啊 他在这个 金融防止风险 这个领域 应该是行家呀 你看他在那会上 当时讲了嘛 中国要关注新型 大而不倒的风险 又说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 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 跨界魂业经营 及时精准裁弹 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说国陆清 此番表态 被认为指向 刚被暂停上市的 蚂蚁集团的 而后说是更多 指向了阿里巴巴 和蚂蚁集团的新一轮 整肃风暴降临 我认为他这个 蚂蚁金服 马云的闯祸 就是因为 在去年这个 上海的金融分会上 讲大话 暴露了心底一个秘密 就是说不服共产党的领导 认为共产党这些官员 傻傻的思想僵化 开当铺的思想 用管理 火车站的方式 管理这个飞机厂 讲的完全对 外行领导内行 但是 你想共产党 从毛泽东 一直到习近平 最烦的就是说 你说外行不懂 那可他受不了 应该讲的 他最懂 他无所不能 人家愿意高兴听 即使讲话 听起来心里也舒服 对不对 所以他跟在上海 讲完的话子后 刘鹤也好 王岐山也好 还是 人保监会这些小官僚们 都一路小跑 给习近平打报告 报告通过随地交 那肯定通过刘鹤 其他的官员 你想 国术行政官员 不可能只接触到习近平 连丁薛祥 他都接触 不是啊 可能丁薛祥的秘书 能说上话也就不错了 因为这种政治体制 你想全力高度集中啊 习近平是很提防下棋 欺骗自己的 你何况对郭树青这样的 这个层次的官员啊 所以英媒啊 这个东西 这个报道啊 就不靠谱嘛 当然他这样讲 他的这个考虑啊 我刚才也讲到了 总共现在渗透这海内外 因这个英媒也好 美媒也好 还是家媒也好 都他们也很容易啊 这个发表一个这个消息啊 来这个来搅搅群啊 搅搅浑水 这都说不定啊 给大家看看这篇文章 里面的郭树青的照片啊 你看郭树青 看来长得是挺潇洒啊 这个人肯定是一个这个精英啊 这精英人才 肯定是在这个各方面 这个领域应该讲是一个 这个比较有能力的 专业化的官员啊 你否则也不可能 给他这么多的位置啊 总共有个人具体做事 但是其协调作用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 这个领域和这个习近平之间呢 这个通道 这个 这个通道是非常这个封闭的 那肯定啊 人事方面的协调 跑腿啊 上船下的啊 那都是刘鹤的事啊 刘鹤传达给他 他再必须马上执行啊 至于说怎么用 这个怎么去对付这个 马云这个企业 肯定上面也比较深重 习近平虽然当时大弄 啊 停止上市 但是不等于说 就是说完全就是给他 这个 整到底啊 也可能中间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说 李克强提出不同的意见 找习近平这个 这个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那习近平也在考虑 这个也不能说呀 苏思无睹啊 对不对 因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现在马云是一个领军人物啊 但是只要是让他看到了 在一个私营企业主的内心深处啊 就是不服共产党的管 那肯定这就是一件大事啊 他这些大事怎么处理的 你原先那些原汁原味的 不经过别人加工的 这个话语啊 那只有刘鹤知道了 对不对 刘鹤也不可能都告诉这个 郭书卿啊 更不可能就是这些 核心层的领导自己的关系啊 对一些重大问题处理的一些 还能让这个英媒的一些 一些人士知道啊 这都是大忌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